本港一手住宅潛在供应再创新高 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 未来三至四年一手潛在供应增加至10万9千伙 按贵增加2000伙 燃楼房尾也增加至大约2万伙 在住宅施工量方面 去年第四季有5500伙 按贵增长超过七成 但总界全年减少接近两成半 有17000伙 已经落成的住宅有13900伙 按年也要跌三成四 政府加快新发展区的造地 在新界东北的原子换地大致完成之后 就开始洪水桥下村的计划 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被土地持有人申请 经过政府决定保地价金额之后 申请人在明年三月底之前 决定是否接受保地价 政府加快重整新发展区地皮 计之前新界东北之后再有新计划 地政总署即日起在洪水桥下村发展区 接受在指定用地申请原子换地 属于第二期的发展范围 截止申请日期是在4月底 申请人可以选择标准金额保地价 适用的水平会在今年内公布 可以在明年三月底之前 接纳基本条款协议 如果未能够在期限前完成处理 就会开始收地的程序 有分析认为上次讨论保地价的过程较急 尤其是在地契条款上都需要一些时间 今次都要留意政府和发展商之间的计价 会不会有较大的差异 这次换地范围有大约7公顷 或作私人住宅 而商业和现代产业用地就各佔较多的面积 政府早前在东北新发展区 推行同样的原子换地计划 当时有6宗的换地申请 在期限前未有接受保价 被政府收回土地 楼市持续客行 有业主就算是持货大约10年 但看见单位未有转为洩钱 都愿意近乎平手离场 横花村一个两房单位的成交 只是未占大约2% 横花村34座一个中层三室 实用面积接近500尺 以580万卖出 实用尺价大约11600元 原业主在2014年4月 以565万买入 出售单位只是获利15万 较10年前升值大约2% 代理编制的二手楼价指数 终止连续两个星期的跌势 指数按照微升0.17% 报146.8点 但仍然是近7年来第二低 分区指数个别发展 九龙表现最好升1% 新界东就近乎持平 新界西的跌幅最大 要跌0.73% 而港岛就跌0.28% 代理表示 临近农历新年假期 而且市场憧憬财政预算案 可能有提振经济和楼市的措施 都令到近期二手成交偏远 一月的时候股市大跌的影响 要在之后的指数上反映 估计楼价仍然反复下调 按照我们的楼下时间